有不少市民反映,位于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明孝林也是不文明旅游行为的受害者 游客在明代文物红墙上刻满了到此一游的涂鸦 不仅大厦风景还破坏了文物,令人痛惜 明孝林景区内的文物方向,在城楼的右侧一段长跃20米的红墙上能明显发现各种白色字迹 沈某某,王某某到此一游,甘某某我爱你一生,高某某来此一游等等 字迹清晰,而且写的字体很大 中山林园管理局的文物处工作人员介绍 明孝林景区内的文物方门,整体城墙均是明代修建的 里面的城砖与南京市区明城墙的砖头是一样的 只不过外面使用明代的红色涂料涂抹过 对于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,工作人员表示 上级部门已经表示,除了正门现有的监控外 将在红墙周围安装多个旋转探头,严查不文明现象